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PIR表示 美国呼吁朝鲜进行对话 据韩国军方称 周一晚间朝鲜向其东海岸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 就在几个小时之前 一艘美国核动力潜艇抵达了韩国的一个海军基地 美国表示正在与盟友密切磋商有关朝鲜导弹发射的情况 并称其具有破坏性 美国军方在周一的声明中补充说 这些发射并未对美国人员、领土或盟友构成即时威胁